大田古民居,目前遺留下來的主要以明清風格為主 它的建築風格及特點主要表現在 第一,建築選址極其廣舊,依山磅水,前低後高 村前有開闊的田野,及小溪的山山流水 而村後有樹木茂盛的幽靈作為靠山 第二,建築多數是磚木結構,清磚藍芽,古樸精緻 部分保留得比較好的屋脊,前墻屋頂的地方 有灰雕,一片花草鳥獸人的圖案 第三,古村的正面 大部分地方都用來畫了一幅大大的半月營水堂 形成陰陽兩兒,和諧相生的佈局 尋含原本的美好意願 最後就是古村落旁邊,都建有古氣台 充分體現當地戲劇文化,在居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大田古氣台,建於清朝光緒四年 也即是1878年 主要用磚、石,和木等材料構成 秤特製形狀,通高10米又多 有前台和後台組成 前台面闊6.37米,深5.5米 後台闊10.12米,深3.6米 機高1.8米 承載器台都是清石清磚 雕工極為精細圓潤 有八條樑架構,八角操井伏頂 古石電柱,清磚砌牆 清石維基,陷有兩隻獅子,以呈現吉祥 後屏風,適宜山川流角,採奉仙學等木雕 工藝徵站,構圖和諧 器台除古樸典雅,宏偉壯觀 而且符合歷學和聲學原理 整座器台屬於水口廟附帶建築 隱藏在古樹秀竹之中 清澈溪流環繞其中 整個環境優雅別致,清淨甜色 是廣西不可多得的古器台等古建築之一 1981年,大田古器台被列為 廣西藏族自治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有道病 有道病 你一個有道病 感谢观看